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 他也又往下升了一下 又冒了一下 那后面又不好了 所以呢 这个军心投入啊 听说呢 他因为他结婚比较早 他以前不管到哪里带 他的机球的位置 这个球就比较转 我觉得他可能满足感 也比较容易满足 因为他过去在白俄罗斯 到了欧洲去打球 一直在欧洲记住 那么球也一起冲顶 冲顶 有人一辈子也冲不了 对 但是他已经算是 就是说他最冒尖的时候 应该是您刚才讲 那个44届视频上 那场和瓦尔德纳尔决赛 当时 他如果那场把老瓦 给拽下来 拉下马 那对他的球 就有些 应该说比较绅士打球 就是 你说到他又不尽人意 好球 测身 把这个比赛简单化 越简单越好 不要看他斗短白短 那个复杂 实力性的 相吃的 现在 萨姆索诺夫把比分 追了回来 10比9 嗯 放拍子了 拍子坏了 可以练一个球 这个三不少很老 可以说很油啊 他不练 他不练一个 不让你 这一层 10比10 这个直线变得好 还是正手 王立坚正显的发木 动作没有做完整 他关键是 那前两天他来北京之前 我们俩还 我跟他在聊了 聊了很多 非常好的东西 对吧 他们的经验 啊 环节上 去解决一些问题 逆补一些问题 第二个就是说 领先的这种法宝 这种优势 特别特别 像年龄比较大的 教练经常在提醒来 你现在没心 毕竟刚刚才拿完 奥运会的这个冠军 好球 王立坚转攻 正手连续 接着拉直线 好球 好球 挤的一个 一些打法和风格 你像王立坚 包括孔灵辉啊 这些人 是欧洲 全明星队呢 是以4比1的比分 领先于 亚洲明星队 那么今天 今天的比 杨子战胜 奥恰洛夫 水谷笋 日本的水谷笋 是胜了梅兹 洛夫的反手 跟那个大力对起来 他还是比较占优势的 我们 中路 上手 好的 对 打了火起来 好的 在刚才这个阶段 好的 好 好的 好的 自己说的没崩溃 一封一封 但是现在来看 确实这个发展 那个时候这个质量很关键的 来 好 再稳 哦 来了 好球 王丽琴在这个箱 这样王丽琴11比8 3比1 战胜了桑普托诺夫 为亚洲明星队再得一分